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一下Linux当中每一个目录的作用 那为什么我们要在我们正式学Linux命令之前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内容呢 我们的Linux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操作器 它每个目录都是有它自己的作用 当然我们说我是Root我们说Root是Superman是吧是把内裤穿在外面的男人 所以呢他可能我如果非要不遵守这个目录的规则我非不想那么干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说大家说我们从接触Linux开始就要改变思维我们操作的不再是个人机 我们要把它当成服务器 服务器有什么特点可能是一个团队大家同时在维护 你今天上班移动下壶稿 在这里随便存点东西在那里随便走 你下班走了后面来的人藏了谁知道你干啥了 所以我们说这些目录的作用是固定了 我们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都应该遵守这些目录作用 大家在学习使用Windows的时候可能并没有对Windows目录有很深入的了解 但是我们在管理Linux服务器的时候我们需要大家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所以来分享这样讲的内容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里面前面的四个目录 前面四个目录都是跟命令相关的目录 我们前面在上一讲跟大家讲过 Linux系统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以文件的形式存在和管理的 命令自然也不例外 命令对于Linux来讲就是一个可执行的二进制文件 所以这几个目录有一个共通点 都有一个BIN这样的三个字母的标记 表示是Binary二进制文件 二进制的可执行文件在Linux里面就是命令 而在我们的Linux系统里面绝大多数的命令 都是放在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四个目录里面 对但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可能没有在这 但是绝大多数都在这里 这个绝大多数是个个别的 不是在这里 绝大多数都在这四个目录中 那么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 刚才沈超老师也说了 系统里面有一个用户不差出外面了 那这哥们就是超人的 好吧 这超人他的命令存放的目录稍有不同 像大家看到的-bin 这个目录里面所有的命令 任何用户都可以执行 但是如果是sbin 前面多了个s super 这就表示只有管理员root 才可以执行其中的命令 对 那么再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 比如说-bin和-user-usr-usr 这个还有一点说法 好 我们待会再说 对 这个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的优则 对 那这个user 就可以叫别人user 其实他就独做优则 没问题 这个usr-bin 那么有一点跟bin是不同的是 在单用户模式下是不能执行的 可能大家现在对单用户 还没什么概念了 什么是单用户 那么在我们没有讲到这个知识点之前 大家可以通俗的理解 Windows有一种叫做安全模式 就跟Linux的单用户是几乎一样的道理 它的作用就是启动最小的服务 主要是用来做修复用的 对 那我们的单用户也是干这个事的 对 所以这里面大家只想总结一下了解到 命令绝大多数放在这四个目录里面 bin的标记的 包括-bin 包括-usr-bin 都是只有 都是普通用户都可以执行的 所有用户都可以执行的 所有用户都可以 但如果前面多了个s 就只有root可以执行 这是大家首先要了解的四个目录 这四个目录是我们的命令保存目录 我们可以看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一下根下的内容 这些就是根下的 我们说-bin下的 还有-s-bin下的 还有在-usr下 这里面也有-bin和-s-bin 我们就不看了 这两个 这四个目录都是保存系统命令的 区别呢 明哥就是刚刚说的一些内容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来看 除了这些目录之外 还有一个布图目录 布图的目录我们之前见过了 其实我们已经讲过了 其实它是一个单独的分区 我们把它安装的时候做的分区 里面保存的就是我们系统的 启动资源目录 我们启动的相关的一些内核啊 这些相关的信息都放在这里 那注意 这个目录我们当时安装的时候 给它只给了200兆币的大小分区 那也就是说没有特殊情况 不要在这个目录当中去创建数据 因为你如果把这个目录写满了 你就会悲惨的发现 你的系统起码来了 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大家小心 再一个就是这个目录 可能最好还要做一下备份 对 如果我们需要进行 重要资源的系统备份的时候 你系统重要资源备份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这个目录进行备份 因为它保存了你的启动相关数据 还有第一位这个目录 我们其实前面都见过了 它里面对保存的都是我们的 硬件的设备文件 我们可以看看 我们可以看看 我们CG到DV下 然后LS就会看到 它的颜色都不太一样 用一种非常敞亮的黄色来显示的 非常敞亮 这个超哥很喜欢的黄颜色 那么这里面包括了一些实际的设备 包括我们提到的像网卡像硬盘 也包括有一些虚拟设备 像我们这个命令的终端 都是放在这里 对 SBE我们分区号其实都在这 对吧 这是第二个 我这是第一位目录 还有一个目录是ETC目录 ETC目录是专门的我们的这个Linux的默认的配置文件保存位置 注意啊 我说的是默认 这个东西是有概念的 我们后面再说 那绝大多数的配置文件我们都放在这里 那好了 那这就是我们的前这几个目录 所以这个ETC目录 我们要是我个人的习惯 我也一般把它备份一下 对 如果需要进行系统备份 因为很多系统的配置文件 还有我们中央的服务啊 像一些网络服务啊 它打配置文件很多都是默认放在这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目录 前面我们在课程里面提到过 每个用户呢都该有个家对吧 对 也就是他的家目录或者称为叫宿主目录 那么每个用户的宿主目录呢都放在 刚后面下面 而且用自己的用户名来命名 对 比如说呢这个他叫沈超 那么他建了一个用户名叫沈超 他自动就会在刚后面下面创建一个 刚后面刚沈超的一个 宿主目录或者加目录 对 那么唯一的一点呢要注意的就是 管理员root 他跟普通用户是不一样的 他处处都透着不同 超人嘛 对 他是刚root这个一级目录 对 而每个普通用户是放在刚后面下面的二级目录 那这是宿主目录 比如加目录 那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了 嗯 -rib呢下面存放的是Linux系统中的函数库 它是放在这个位置 对 那么-loss大家放的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目录名称 对 那丢失的和找到的 对 对 这个其实也并不只存放在根目录下面 嗯 每一个独立分区的 比如说我们在安装系统的时候 对 单独分区的刚boot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在boot分区下 也会有这个目录 其实也是有lost放的 lost加放的 对 那么这么有趣的一个名称的目录主要是来干什么的呢 对 比如说呀 今天可能我们用了这个服务器 假设说没有这个UPS 一下子断电了 对 系统咔嚓 对 重新一启动 这个时候呢 可能啊 会产生一些当时因为异常的断电关机或重启的情况 还会有一些文件碎片放在这个目录下面 嗯 那有一个很神奇的命令 啊 叫做FSCK 叫File System Check 叫文件系统检测修复 有点像windows以前那个启动出问题蓝屏检测那个意思 这个命令我们后面可能会讲 对 那么前面呢大家就知道 如果当你想异常断电重启以后经检测修复的时候 对 它的依据的那些文件 四盘碎片 对 四盘碎片都文件碎片都放在LOST加FUN的里面 对 这个呢是这个目录的价值 但平时它是什么都没有的 对 打开一看 什么都没有 对 大家小心每个分区都会有自己的LOSTFUN的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根下有BOOT目录下也有 因为BOOT是有单独分区的 对对对 这就是这样 好 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这三个目录 MIDI 跟下的MIDI 跟下的MNT 和跟下的MI SC 这三个目录 都是我们系统专门给我们准备的挂载目录 嗯 我前面一直在说 挂载点或者说挂载目录 大家就可以当做盘幅来理解 这就是我们系统给我们准备的盘幅 当然我们LINIS盘幅不是Windows的CDF 对没有他那么直观 对 而是目录的名称 那这三个目录呢 它的意思是MIDI是用来挂载多媒体设备的 比如说光盘 MNT呢 用来挂载U盘或者移动U盘 MISC呢 用来挂载NFS服务的这个共享目录 那其实说白了 这三个就是系统我们专门准备了这个挂载点盘幅 那这三个里面是空的 因为没有挂载设备的时候里面是什么都没有 我们一直在讲 只有空目录才能作为我们的这个外来设备的挂载设备 挂载这个目录 所以啊 这三个目录 其实目前来看是没有设备 其实超哥哥使用的时候不太习惯于用这两个目录 这是个人习惯 我们呢 包括我和明哥 我们老家伙 我们当时在学习Linux的时候呢 是没有这两个目录 只有MNT这一个目录 我们更习惯在MNT下去创建CD room用来挂载光盘 MNT下去创建USB用来挂载U盘 那这是个人习惯 大家都可以使用 包括你自己不愿意用这三个目录 我说了任何目录都可以 我手工创建的123目录也是可以作为贪服的挂载点 没问题 这个第三讲这两节课录的不太好啊 上一讲8.3的命名规则暴露了咱俩年龄 这一讲 连MNT的使用的习惯又暴露咱俩年龄 好吧好吧 这个事情是知道就好 好那下一个 下一个是OPT 这是我们的第三方外来软件的安装保存内置 其实这个目录我们现在用的不多 我们现在更大的习惯是在USR下创建 所以在这里有Local目录我们在USR USR其实是UNIX系统资源目录的缩写 Local是本地的意思 在这里保存我们说外来安装软件 这是个人习惯 当然这还不是个人习惯 我们现在整个行业都习惯于把外来软件放在这里 有点像约定俗成的一个潜规则 对 又是潜规则 好吧 零端节口味很重 就像Windows的C盘下的ProgramMover Files 对 差不多 专门用来放软件 所以OPT目录现在用的不多 知道就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两个很神奇的目录 一个叫PROC 一个叫SYS 这个PROC和SYS最大的神奇的一点就是 它实际上是存在在内存里面 换句话说至少大家明白一点 不要往这里面做一些数据的写入 对 因为写了也没什么意义 第一内存是止读了 对 是随机的 一重启 消失了 就悲催了 第二你如果再往里写 如果写的时间过大 把内存写满了 那你惨了 直接死尽了 是吧 就很郁闷了 对 那么这两个目录我们简单了解一下 存的什么东西 这个PROC 这个其实是Process的意思 其实它最重要存的是当前系统正在运行的进程信息 同时还存放了一些硬件的信息 比如说你想看看CPU的一些参数 或者想了解一下内存或者是虚内存的情况 对 所有的几乎所有的硬件信息在这里面也都能找到 没错 而这个-SYS是SYS的意思 它在系统里面主要是存放了一些内核相关的信息 对 这两个目录再强调一遍 很特殊是存放在内存中的 对不要往里面写东西 很特别 不要往里面写东西 那么再往这个-root前面已经提过了 这是管理员root的加目录 好 还有一个 这个目录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就可以了 这个目录里面存放了一些我们系统中的一些它的服务 信息 对它的服务在应用的过程里面启动了以后产生的一些数据 那我们接下来看 后面就是探索临时目录 那这个目录当中 按理说其实没有任何东西 但是默认的情况下 在初始安装之后 系统在里面写入一些临时文件 这些文件都不是必须的 大家可以干嘛 把这个目录清空 可以清空 那我们这里说 我们讲目录作用的 这个归根结底的原因 是告诉大家 哪个目录是应该干嘛的 那我们在初学的时候 我可以在哪些目录下做练习呢 那超过一个两个目录 一个就是你自己的家 如果你是超级用户 再加目一下创建 没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探索目录 就是探索目录 当然你如果非要想再跟下去 创建一个测试目录 比如说临时目录test 然后在里面做测试 也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 在真正的服务器上 最好不要新建过多的一级目录 这个东西会让你的 这个数据的查找效率大大下降 那这个USR 就是我们说的 系统资源目录 我们很多人会认为这玩意是 USE 也就是用户的数据 其实它是UNIX Soft 对Source 也就是UNIX的 系统资源目录的 这样的一个间线 那这里面 主要不是存放用户数据的 都是跟系统运行相关的一些资源数据 这个有点类似于像 我们用Windows系统 它在系统盘下面会有个Windows目录 跟那个有点像 对 这些目录其实这是一个重要的系统资源目录 如果我们要备份的话 像USR目录这些目录都应该可以进行 就应该进行备份 但是USR这个目录 它的占用的空间相对在系统级别上来讲 它是比较大的 对 因为它类似于系统中很多重要的文件都存放在这里 然后还有一个目录就是VAR目录 VR目录是我们Linux当中的动态资源保存目录 啥意思 听起来好像很高声 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 我们的日志 大家想经常变的 对日志是不是就是 一会写一会写一点 一会写一样不断变 这样的数据都应该放在VR下 除了日志还有什么 邮件 邮件 对 像你给别人发疯清书 人一看 哎呀写的这么 这太烂了 然后看完就刷了 那这个数据就马上化成变化 好吧 好吧 还有一些 比如说是我们的邮件 然后我们的日志 还有我们一些数据库 比如说麦塞克的计划任务 塞克的默认库都在这里 全都是在这下面 好了 这些就是我们的目录的常见的作用 是吧 其实这些目录 我们通过LS 我们都可以看到 这就是根下的内容 那我们把常见的这些目录的作用 都做了下方列 那主要的目的是想告诉大家 我们的Linux是一个严谨的操作系统 它的每个目录都是有它自带的作用 如果虽然我们是root 但是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都应该遵守它的操作规范 好 这是第一个内容 目录的注意 目录的注意 第二个 我们来说一些服务器的相关注意事情 其实这个东西都不难 但是如果我们不说一下 我们绝大多数同学没有见过服务器 你很难想到这一点 比如说第一个 我们说服务器不许关机 只能重启 我们很多学员就可能很难理解 为什么 这不关机 对呀 不环保 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服务器如果关机了 你怎么把它再开开 比如说拿指头去按开机键 但是服务器有个问题 它不是永远都放在你的跟前 有可能服务器直接放在美国 那你如果放在美国了 你把它断电了 你怎么办 你再买张飞机票 咱们去美国 然后把它开开 你给老板说 老板我要报销一张飞机票 从美国到来回飞机票 原因我把服务器关了 这样的话 我估计你离开除不远 是吧 像北京有很多公司的服务器 放在河北那边 对 就算不是去美国 你从北京去趟河北 你花两三个小时 这玩意也有点 有点不太值当的 对 当然我们说 我们现在的机房 都提供远程重启 你打个电话 它就可以帮你重启 但是你要是一两台服务器 除了你就让它帮你重启一下 可以 你要是把你几千台服务器 你全都写了脚本 全给关了 你给它打电话 你说你好 请你帮我把这一层楼 所有的服务器都开一下 你看他干吗 他肯定不干 不不 关键是你让他做这个事 本身他心情就不会太美丽 大家可能还会有些疑问 好像曾经问过我 学员问过我 说 超哥 咱的现在一些 不要说服务器了 咱一些高端点的汽车 什么空调 热水器都支持远程唤醒 咱的服务器没有这功能吗 当然是有 不过大家小心 所有的远程唤醒 都有一个前提条件 它在待机状态 还没有真正关键 对 我们把它关机了 就相当于把电源线都给拔了 应该这个时候 谁来 他不可能自动的帮你拆入电源线 最起码目前是做不到 以后有可能到未来社会 所以 最大不同就是 平时咱们用的电脑 都是一直摆在你的面前 而服务器 往往都是放在你公司机房 或者是远程 专门提供服务的机房里面 所以说 千万别执行关机的命令 否则 这个说句用个文雅点的词 这就差题了 好吧 那第二个事情 在你重启服务器之前 应该正确关闭我们正在运行的风 其实这个不光服务器是这样的要求 我们的个人机 自己在操作的时候 也应该是这样 但是我们同学又有意义 他就说 我虽然没有正确关闭服务 我强制专件了 好像也没啥答问题 是吧 这拼人品 你要是开着vmware vmware正运行的没关 如果强制就按电源关机了 这可能十次有九次没事 保护有一次 vmware就出点问题 其实这个东西主要看什么 并不是说我们的个人机 就比服务器要强 它性能要好 不是 而是因为啥 我们的个人机 在我们强制断电的时候 它基本上是没有处在 大容量的数据囤土的方法 但是服务心理很难保证啊 因为它不是你一个人在访问 成千上万人在访问 你如果没有关闭服务 这时候突然断电 或者是突然重启 导致你服务器 不管是软件出现问题 甚至我们说 我们当天在操作这个 大容量的这种管理的时候 曾经也因为没有关闭服务 导致力量直接崩溃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一盘直接就烧了 这都不是不可能 所以大家为了避免出现这样 不应该出现的一些问题 所以记住了 在重启服务器之前 应该把服务关掉 如果一些严谨点的 或者说应该小心点的人 可能还会把网络服务也会散去断掉 都是可以的 所以别怕麻烦 谨慎小心 小心使得万年船 这才是我们管理员应该具有的心态 对 管理员应该有这种心态 因为管理员的特点就是 当服务器不出问题的时候 没人知道你是谁 当出问题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指责你 没错 所以你要小心一点 没错 第三个我们是说 在服务器的访问高峰 不要执行高负载命令 什么是高负载命令 明哥有没有觉得 我们在执行 在Windows当中 执行某些操作的时候 计算机会变得非常卡 前几天你给我考一个很多的小电影 大概四五百个G 你拿一动用盘 然后给我考的时候 我确实考的时候 觉得电脑挺慢的 这也算高负载 好吧 明哥你确定是我给你考的吗 只有你有 好吧 我们说 在Windows当中 我相信大家也有这样的感觉 比如说我们进行大数据量复制 进行全盘扫描 主要指的就是杀毒 还会正行整个或者查找 进行大数据量的压缩和解压缩的时候 压缩个十几二十G的文件 我们的Windows就会变得非常快 像这样的操作都是高负载命令 假设你的服务器是在晚上的8点钟 这时候访问量最大的时候 你的服务器压力最高 你这时候执行这样的一些高负载命令 大容量扫描 大数据扫描 大数据量压缩复制 这个时候你的服务器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大 我们说有可能不出问题 但是也有可能出问题 这时候就要避免这样的操作 就算你看不到明显的出问题 但是可能有的用户访问的时候会觉得 对 所以像这样的高负载命令 我们应该集中在访问量小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一般人员 凌晨三点到五点 这个时间比较高 对一般比较正常点的网站 在这个时间段的时候 访问的人数会稍微少一些 对 比如像兄弟联这样的网站 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网站 对 一般凌晨三点到五点 这个可能访问的人是最少的 这时候我们偷偷摸摸的搞一些做一些备份 等等这样的一些可能高负载的一些操作 都是这样 那我们需要每天五点上班吗 那我觉得就如果真是手动来做备份 这个能就不太现实了 所以其实备份 我们一般都是自动来进行 我们的服务器都可以 不管是Windows还是Linux 都可以支持自动在指定的时间 执行部分的工作 我们后面来学习这样的内容 那第四个呢 就是说在配置防火墙的时候 这里我们先要说一下防火墙是什么 我每回说防火墙的时候 学员都会地下一片人说 防火墙是防火的 其实如果非要严格说上 也不常自己 可以认为是差不多这个概念 那我们说防火墙是什么呢 我们说 其实我们很多学员都会问 一直在问我很多人说 老师我装了防火墙 我为什么还中了这个 那我们就说这个概念是错误的 对吧 因为防火墙的作用是 它是一个过滤 或者说它是一个门杆 对 比如说我们这是一间教室 你要来我这上课 要经过我的过滤 我是防火墙 那我就是老师 你是我们教室成员 我让你进来 你不是我的成员 你到下一个教室再碰碰运气 对吧 那也就说其实它是一个过滤器 它主要靠什么呢 它是靠IP地址 标口号 麦克地址和包装数据来判断 你是否能够通过过 只要你符合规则 我就让你清楚 不符合规则 你就下一个教室再试试 对吧 那这个时候 它其实不具备完整的防范病毒的功能 对 那也就说病毒可以伪装这些操作 变成了一个合理IP 合理端口 这个时候它就有可能入侵 所以大家小心 防火墙和插头软件不是一回事 它们之间互相不能处斩 防火墙要打个简单的比喻 有点像撒网捕鱼的时候 那个鱼网 那个网眼大小 就相当于一种简单的规则 你网眼大一点 咱们别捕小鱼 对 只捞大鱼 对 这就是一种过滤 有点像防火墙的意思 对 但是捕上来鱼 你不知道这鱼是不是正好得了禽流感 但这鱼不太可能得禽流感 得一个禽流感 好吧 那个是防病毒干的事 对 但是防火墙是过滤的 也是说 如果你对防火墙规则设置不好 我们经常需要在服务器上调整防火墙规则 就非常容易干一件非常二的事情 啥事 把自己给提出来了 这个时候就比较惨了 因为防火墙一旦没设好 比如说你要设成这个防火墙规则永久生效 你重启就不行 你这时候就只能到买张飞机票去美国了 或者是贿赂一下那边的管理员 那样的话是不是就比较惨 那我们说 其实这个事就是告诉大家 要小心这个事情 不要这样做 那有没有好办法呢 那我们其实说 超哥有个笨办法 不算好办法 但是比较有效 啥意思 我们在配防火墙的时候 我们执行定时任务 我们前面说了 我可以指定 每五分钟 把所有的防火墙规则都清空一次 然后直到我把防火墙配完了 都测完了 没什么问题 把这个定时任务再去掉 这样虽然很笨 但是最起码保证你不用买飞机票 是吧 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 其实 其实被踢出的有很多种可能 比如说一个是防火墙 再一个最简单的 你要是想咱们在实验环境组织练习 比如你用我们假安装的时候 远程工具登陆过来了 结果你想试试改IP地址 你改就被拒了 因为你IP换了 但是这个还好办 你重新登一下换个IP就可以了 就是换成你新改的IP 但如果是防火墙 我们之前简单的提过 远程登陆使用的服务叫SSH 总统是22 为什么会被踢出来 可能防火墙 你玩的时候一激动 22是什么短口 算了 把它封了吧 就像今天我们说 要把我们演播室大门改的矮点 然后沈超老师提议了 超过1米8的 不能让它进来 把门改的低一点 结果改完了 沈超老师自己进来 就跟这个感觉差不多 所以这时候就会被踢出去 对 所以在配置防火墙的时候 大家需要小心 对 需要小心一点 这个防火墙的设置 那么再有 我们前面在讲安装的时候 也提到过 因为你是管理的服务 和你个人电脑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包括你的管理员的密码 包括你未来的很多服务 像数据库的密码也等等 那密码要足够的强 我们在前面也做了很多的强调 对 一个是密码要足够强壮 再有一个 再好的密码 不能用一倍了 我沈超弄个密码 算了 老子这一倍了 就弱个了 这也不行 要定期更新 这个我们就不再反复强调了 那么千万记得这个事情 对 没错 还有呢 就是要分配合理的权限 对 权限所谓合理 那我的理解啊 沈老师 就是权限给他的恰到好处 越少越好 对 我们经常啊 有的人在工作的时候讲一句话 对 就有一句话呀 这个也不管他对不对啊 咱们说一下 就是叫做的多 错的多 你能做的事越多 你当然错的可能就越大 对 但这也有点消极的一句话 对 我每天吃饭睡觉 我肯定不犯错误 对吧 那么你要给他的权限越多 他能做的操作越多 确实有可能才能造成的一些误操作 可能性也就越大 对 所以呢 我们往往在做这个服务器管理的时候 有一句很简单的话 就是给用户分配的权限越小越好 对 够用就好 千万不要给他 这个事情还要强调一点 我们很多学员会觉得 我干嘛需要分配权限 那是从你个人记录角度讨论 你一个管理员动路 我灵状趋势动路 一辈子就是他了 但是在服务器上不可能 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要使用自己合理的权限 这时候你如果作为root 你就应该给每个人分配合理权限 这时候就不是说 你给他权限越大 他当然越方便 但是他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 这个时候我们说原则是构动就好 对 用户的权限记住越小越好 然后还有一句话叫系统启动的服务 也是越少越好 都是一个事 干的活越少 犯的错过可能性就大 越小 对 好 那么还有最后一点 想给大家建议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备份 对 人生苦短 快点备份 因为之前我和沈老师都有过很多经历 碰到过这样的一些数据丢失的情况 比较悲惨的经历 对 有的真的碰到过整个网站数据没有备份 但是因为一些意外情况 可能数据就被删除了 或者是硬盘损坏了 等等这样的情况 那个网站就从地球上消失了 对 真的我见过一个站长就差点没有跳楼 对 你想你经营了三四年的一个站 三四年的心血 咔嚓一下都没了 哎 这一般人也受不了的 对 所以不管是在做任何的服务器的运营 备份是第一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包括你自己运营的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网站的数据 包括甚至系统的一些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目录 对我们说我们如果进行系统备份的时候 我们说过应该是注意我们的etc目录 我们的lib目录 我们的VR目录 我们的user目录 都是可以考虑需要备份的目录 对 包括boot目录都是我们重要的这种目录 对吧 对 当然如果是网站 那他当然备份是网站的相关数据 对吧 对 备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沈超老师在这方面 尤其在个人的生活方面 一些东西备份的就很好 比如说大家都用手机 手机里面有很多的联系人 对 那么沈超老师手机上 也还有很多女孩子的电话 那么各种方式要到的 也不知道什么方式 然后都是第一个人家是分分别类的 可能就有这种 可以去追求发展的 有的是打死也追不上的 可能有的是 可能不想去追的 都分成了好多类 人家分类以后 还做了一个备份 他手机是有相应的软件 会把他这个通讯录里面联系方式 同步到他的网盘上 手机丢了 网盘上还有 再换个手机 把这个同步下来就行了 而且他为了保险起见 还把它做了一张表格 做了一个Excel表 放在自己的电脑上 而且他是一个太谨慎的人了 不仅电脑上那个有个Excel表格 硬盘靠不住 所以他移动用盘上再备份一份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 很有备份意识的人 这不怕丢手机 不怕丢电脑 网盘如果那个厂商倒闭了 然后不负责任 他也不害怕 因为他有四份备份 这就是一个很谨慎的人 适合做Linux的一个运媒的人员 备份意识非常的强 大家发现 明哥在这上面非常有纪念 其实他说的都是他自己 我都是跟你学的 我们说备份有一个重要原则 就是不要把鸡蛋 放在同一个栏子里 也就是说 我们很多同学可能认为 我们在计算机里放一份 移动用盘里放一份 刻一份光盘 已经非常好了 但是都是在同一点 但是这个东西是在同一个房间里面 这个房间还是一个篮子 那对个人用户来讲 这样备份已经提过了 但是对企业用户来讲 这样是不行 万一哪天这个地震了 对地震了 发洪水了 甚至是像本拉登这样的人 开着飞机飞过来了 这个应该说这种情况确实很少 比较极端 但是你像98年发洪水 也有的公司就 因为这样的一个备份方式 受过一些损失了 当然我们说那个时候 可能数据的损失 已经是一个相对来说较小的损失 但是大家注意 这份原则就是 不要把篮子 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当中 尤其现在有很多网盘 而且各个大的互联网厂商 都在拼网盘的时候 免费 对 这个免费的蛋糕 那么我们何尝不用 甚至我都有一个百度的网盘 这不是给百度打广告 都已经达到3T多的 这样的一个备份存统 对 里面都是名字的小电影 大家有兴趣可以 我的一些重要的技术的数据 像我们录制的视频 我们都会在那里 对 没错 所以也建议大家 备份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因为我们真是在工作的这么多年里面 见了太多的悲剧了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 跟大家分享的 对服务器的维护的建议 主要就讲了这样的两点 一个是给大家讲了一下 这些主要的一些Linux目录 都存放了什么东西 我们要有一个概念 在日后的学习里面会再不断的 跟大家加强对他的认识 对 另外一个给了大家一些服务器维护的建议 最根本的一点 其实就是大家不要用个人机 我们平时用的自己的笔记本电脑 台式机这种理念去维护一台服务器 那么你要用一个服务器的理念去管理它 这是我们想给大家的这样两大方面的一个建议 对 好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 谢谢 我们下节课再见 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西书Linux微信公布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我希望你认为你们看